前天我收到了来自张音的一个特殊的礼物 这是他们70周年推出的一款纪念款的插片 今天就给大家拆开来听听 我也没听过 实物我也没见过 就看过视频 这是这个插片的样式 一个木头盒子 然后上面很巧妙的在一个开孔处用了个零 然后前面写了个七字 他们70周年 也就是这个企业创立于1953年 到今天了2023年刚好70年 这叫张音插片转眼70年 来拆开 爱斯基魔人 感觉这是这个盖子里面 没什么东西 放旁边 打开以后里面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这插片本体 这还有一封信 有一个卡片 我们看一下 上面写的是 1953-2023 张音工厂70载 致力于国内打击乐领域和专业鼓手的需求 定义着中国插片的标准 在此70周年之际 鸣谢全球张音用户一直以来的认可和支持 特此为您制作一片超高水平的限量版插片 供您珍藏与使用 从1953 后面就不念了 后面是阳文的 就不提了 然后这里有个编号 2023 70 就2023 70周年 我这个是第13号 我这个第13号 是不是有 有什么指代 说是 虽然我是一个非常爱装13的人 这些号好 非常符合我的气质 然后下面是张音插片主理人的签名 张全副先生 那么在这里来非常感谢张音乐器 张音乐器反正跟我们是多年来的至交 是吧 跟我们节目的一直也都保持了非常友好的合作 那我现在就开始拆它这个插 它这个插这个地方啊 是个快插 张音有卖的 这个快插的 正常 那一个快插 这就好一点 这就不用像 有的插片你在凝螺死 那就不用了 OK 现在我就拿到这片插片了 先垫一点啊 手头的分量 行 那我们就给大家来稍微听一听这个插片的声音 我现在就给大家看这个插片的声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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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产片的弓度属于是一个大弓 不算是一个平弓 这种就是一个比较稍微大一点的弓 弓大的好处就是它的尾音会比较长 大家可以听一下 你可以听见在里面晃这个声音会晃很长很长时间 如果弓比较平了 那么这个晃的时间就会比较短一点 这个产帽属于一个中等产帽 高度属于一个中偏高的产帽高度 我猜想设计目的可能是为了要更大一点的音量 因为它表面如果做了这种传统面的处理 如果你在做一个小帽 那可能就会特别偏原声一点 张英可能不太希望他这个产片做成一个纯绝世老的产片 就是能够有更多通用性 那么这种相对大一点的帽了 它的音量就能比较长得开一点 那么不知道各位在座小伙伴你听到这个声音 你觉得怎么样呢 是不是你心目中的声音 是不是你喜欢的22秒的声音呢 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 也再一次感谢张英乐器长期来对我们节目的大理支持 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再会 Peace